博士基和各其他友情 所以這就是菩薩 菩薩本身都是眾生 完全是沒有神秘 完全不是說迷信的東西 因為你們都可以做菩薩 因為你犯了一個慈悲的怨 一個菩提心的怨已經是菩薩 只不過是一個很初級的菩薩 我們的菩薩就一直修行 一級一級 佛教也教我們很多方法 不斷地修行 到最後就是到佛的境界 就成佛 佛當然 他的境界和菩薩的境界有很大分別 因為佛已經是一個很完美的覺者 他已經知道了所有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所發生的事 這段過程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大家不需要 因為這個長的時間而覺得 比較失望 因為我們在這個宇宙已經度過了一百三十幾億年 一百三十幾億年 一百三十幾億年 我們已經過了 是不是好像短眼已經過了 為什麼我們擔心說 我們要很多很多世 才可以做到比較高級的菩薩 或者成佛呢 因為佛教也鼓勵我們 因為眾生皆有佛聖的嘛 我們都會有佛的種子 我們如果肯去修煉的話 我們始終一日都會達到最高的境界 而這個佛也是一個眾生 也是眾生來適合貿易 我們所謂的佛陀 都是眾生是以前印度的一個王子 所以他不是神 他不是創造者 佛教他不是創造的 所以佛教是沒有神論的 所以你們不要搞錯佛教 以為佛就是神 是講神佛教是沒有神論的 所以你可以說佛教不是一個宗教 因為他沒有神 因為宗教通常都是講一個創造者 一個神 另外佛本身有局限性 他不可以改變你的業力 如果佛可以改變你的業力 根本就是你們不會有痛苦 每個人都可以服佛 用他的神通也好 法力也好 你每個人都可以服佛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 尤其是佛這麼慈悲 看到眾生有這麼多苦惱 他一定會幫你的 但是他幫不了 因為你的業力就是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創造出來 你就自己要去背負 那就是 每個人 一定 前世或者以前做過好的不好的 因為有些事情 因為有些事情還未報得 但是 不是因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 就用好的事情可以抵消 是兩條數 來的 所以有些人 誤解說 我以前 現在的職業做這麼多壞事 我做多些事 可以抵消 其實是不可以 當然 他做多麼多壞事 我沒有 我沒有叫他不要做好事 當然他做好事也好 但是 不要有這個概念 是兩個抵消 只不過 你做很多懺悔 做很多 修行 或者 做很多好的事 而令到 以前你做的壞事 性質 可能沖淡一些 或者 輕微一些 上次我也有一個 例子就說 譬如 你以前做的那些惡業 今天你撞車 本來就應該可能 做一個很大的手術 可能因為你做很多好的 或者你有很多懺悔 你真心去改過 可能 你連十針 就輕微很多 所以 雖然兩個都不可以抵消 但是我覺得 既然你已經做了那些惡業 沒有得改變 也都盡量 懺悔 還有做多些好事 盡量去 不是抵消 是比較沖淡 當然 如果你不是懺悔 你就想著 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事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我想說清楚 有些人 很多人誤解了佛教的概念 我想 我自己想 澄清一下 讓大家 繼續探討佛教的道理 因為 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 上次我們都 其實說了很多 但問題是 我沒有深入去說 每一件事 因為我想 改變一下形式 不要補習先生 每一件事都解釋 所以希望你們 真的有興趣去學 你們自己去上網查一下資料 那我 我不敢說一件事 但是我 我也要說 這兩堂 我覺得我送一個很珍貴的禮物給你 至少要介紹佛法 因為這件事 是你們有福氣 你們要接觸到的 有些人是沒有福氣 接觸不到的 這個世界 很多人沒有聽過佛這個字 不要說他接觸的道理 佛都沒有聽過 所以 起碼 你家裡的小強 你家裡的動物 在街市的貓 那些雞 都接觸不到 因為他那個環境接觸不到 他都不懂 是不是 很多 生活在 很逆境很痛苦的環境 那些人 就算你 跟你講道理 他都沒有心機聽 他根本 為了自己的生活 都在貧迫 另外 或者很有權力 或者很有錢的人 他都未必有福氣 去接觸佛這件事 因為他每天都習慣著 去賺錢 做大生意 你做總統 你做總理 你不必有時間 去聽這些 只是開會 只是 下面的官員和你匯報 或者 接待魚手 接待魚手 然後又去剪載 然後去哪裏 你不必有時間 所以 所以 你們是真的 應該很有福氣 有機會可以聽到這些 所以我說的 是很膚淺 但起碼有一個開始 我希望你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除非 你不相信 這個沒得逼 但是 我覺得 我已經 送了一個 很好的禮物 給你們 雖然你覺得 這些禮物值不值錢 不是用我價錢去衡量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無價寶 如果你更加深入去研究 去探討 去修詞 去應用 這個 這個寶石或者鑽石 就不是一卡就一卡 可能一路 一卡變兩卡 兩卡變四卡 真的 價值真的很厲害 我希望 你們記住這些說話 好嗎 其實上次 都 講了 我 剛才講過的 但有些我不再重複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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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講 很詳細 但是 你們問 那我去應用 去修行 我有資料可以上網看 我自己有個路可以去思考 但是 都要給些方法 去怎樣修行 是不是 那你 佛教 就有八萬幾個法門 都要 好 去吃自助餐 你都沒有八萬幾個菜 給你選擇 那你一定有一款都適合你自己的 因為 如果你不對機 你不適合吃的 你看到咖喱 你又敏感的 那你 就算咖喱是好東西 你都 你都幫不到 對吧 所以 我們一定要選一些法門 是對自己的 因為 有很多時候 很多法門 未必是對自己 但我們要 要選一些是對自己 另外 佛教有很多詞彙 但不要因為這些詞彙 去嚇驚自己 所以一定要 第一 由淺入心 慢慢去了解 一步一步 那你 自己 開始有一個興趣 你就不會覺得 詞彙會會很煩 那你就會 看多些 了解多些 思考多些 應用多些 你又 智慧又開多些 又容易解決問題 煩惱又少些 你自然就產生了興趣 不斷地去 探討進去 那我 佛教的系統 是很嚴謹的 其實 絕對 沒有一個詞彙 是無厘 它是有一個根據 是有一個連接性 所以 所以 學了佛之後 人 想的東西 是邏輯化很多 你邏輯化很多 你就容易懂得解決問題 一個方法 也因為你學了佛法 你的智慧 會 生長多些 你的抉擇性 準確些 你看的東西 會清晰些 因為 佛教都是叫你 用一個客觀的態度 去觀察 去修行 絕對 絕對 他不想有主觀 所以佛教長 無我就是這樣 無我就是 不要有主觀性 另外我上次沒有講佛教有一兩個很重要的理論 就是 一個叫做 因緣 一個叫做 空 空你經常聽到 即是空空 即是懂得心經的空 很多人一聽到空 理解就好像 什麼都沒有 其實這個空不是這個意思 是誤解了這個空 另外 一個就是無我 這幾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 多點時間去體會 因為初時 你去了解那個空 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很容易想到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很容易想到什麼都沒有 其實空 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又可以說 又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很複雜的事情 因為 我們要想一下 每一件事 都是條件去成立一件事 這個條件就是所謂的因緣 我們沒有這個條件 那件事不會成立 那條件可以很複雜 可以有很多條件去成立一件事 可能是很少的條件成立一件事 就算我們業的報應 都是要條件去報應 沒有這個條件根本就報應不到 我上次有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今天的聚會 如果你今天是打十號風球 或者 我不舒服 大家來試試一下 這個場地爆水喉 是不是 那 沒有一個條件成立 成就不到 這個做會就成立不到 就不簡單 這個橙 如果你沒有人工 沒有種子 沒有陽光 這個橙都不會生存在 所以每一件事 你想一下 每一件事都是要用條件去成立 既然條件要成立 條件本身又要條件去成立 條件成立的條件也是要條件去成立 你一層一層拆細下去 你會感覺到 根本 成立的條件都是要成立的條件去成立 一路拆細下去 你會感覺到 沒有實質的事 是一個虛壞的事 這個虛壞的事 是 所謂的空 你們要慢慢參考一下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上次我都說 你很有錢 很多人奉承你 你都會跟 自己家人說 這個人很假 因為你覺得他不是身心 因為我今天有錢 你只會這樣對我 我今天沒有錢 你不會這樣對我 因為我今天有錢 就是我的條件 所以你今天這樣對我 是不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錢 你就不會這樣對我 那你就會覺得很假 你這個假 你這個假 也是空的 所以我們說 你不可以說沒有 實際上 你真的 那個橙在你面前 你可以碰到它 你吃到它 你覺得甜 酸 你不可以說他沒有 但是 那份教會 是有 不過假有 他本質 就是要條件成立 所以 就是空 也是一個幻覺 這幾件事 真的要 多些試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這樣 我們才可以 變化很多東西出來 如果我這個世界不是空的話 很多眾生成不了佛 因為本身那樣東西是這樣 你怎麼改變它 因為它是空 因為它是假 你就是改變那樣東西 對不對 如果這個橙是實的 動不了它 你切它也切不到 你怎麼會消化它 你怎麼會刺爛它 你反過來這樣想 因為它是條件成立的 如果這個橙 沒有了條件 可能它會腐爛 因為條件一路會塞下去 就會變成垃圾 不是橙 也因為它是橙的成立 因為你有種子 有陽光 有水 去灌溉它 有肥田料 它就成立了這個橙 所以我們要 在佛教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無可認也一樣 因為我們所謂的眾生 都是由一個精神和物質去構成的 你想想 我們驅項是物質 有肉 有血 有什麼都全部是物質組成 有精神的活動 精神活動是無形的 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決定 我們的意志 這些是無形的 沒有一個物質去構成 但不是沒有物質 只不過 我們分開了精神 和物質 精神 它根本沒有重量 現在什麼叫精神 我課教都解釋不到給你聽 為什麼你的人會想到東西 為什麼你的人會有意志 意志無得清 你摸不到 你的環角是摸不到出來的 我們人本身 都是條件成立 所以沒有一個自主 沒有一個自性 沒有一個我 這件事 所以物質都是無我的 因為都是無自性 是條件成立的 本身是空 無我就是空的意思 所以這幾個概念 是佛教來說很重要 也是因為這幾個概念 你可以由一個凡夫 一個煩惱的人 去變成佛一個清淨 去沒有煩惱的人 如果你不是有空的存在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轉變 你永遠都可以二年級就是二年級 你為什麼可以二年級升三年級 因為條件變了 你讀多了書 你的腦筋長大了 你懂事多了 你都可以升級 為什麼可以由二年級跌到一年級 因為你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幾個大國 那就是你 這也是 因為你做了一些不好的條件 令到那件事有變化 如果沒有空這件事 那你不變化 那你永遠都是二年級 你會戴眼鏡 你會戴眼鏡 難道你出生又戴眼鏡嗎 不是的 那你說好還是不好 那如果我是窮 那你永遠都是窮 你永遠都是窮 那你會有錢 那人會很悶 如果一個人就很悶 那些人都沒有鬥志 不知道這些問題 你們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說回我自己了解的事情 你們信不信 你自己的問題 不過我都贊成 你們聽的事情 都有一個懷疑的心 因為佛陀都說 小疑小疑大疑大疑大疑 多些懷疑 了解到之後 你的誤識就越高 我說話更加不要 更加要懷疑 我說話更加要懷疑 我希望大家 就自己做功夫 就適宜了 如果你適宜到 你就會了解多些 你又有進步多些 那你 你不斷去深入佛法 你會不斷有很多懷疑 一定有很多問號 但是你每個問號 你都會去探討 你會去解決它 那你就一路一路進步 還有你探討一件事 不只是 不只得到一個懷疑 可能得到很多懷疑 很多問號在那裡 那你每個問號 都盡量去想通它 貫通它 那你所謂的就是 有一個靜悟就開始來 這些就一定用一步一步來 我沒有辦法 除非你們的慧根 好像綠組慧能那些 那麼厲害 那我不敢說你們不是慧能那些 那麼厲害 我不會這麼說 但是 我想這個世界都不會有 多少個這些人 那如果我們 普通真是凡夫的 是真的要經過一個課程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軟的心 真的要上去學 還有 我們了解到那個輪迴的可怕 因為我們不可以保證 下一世好像現在這麼好 下一世可以有機會坐在那裡 接觸佛法 你不能保證 所以 我們真的要珍惜 我們要了解一個輪迴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後果 或者 可報性 可以這麼說 不要 現在覺得很安樂 很開心 你以為以後都是這樣的 不要說下一世 你也不知道今晚會發生什麼事 哪有保證 你身邊很多朋友 很多親戚 有時候 看到報紙 今晚 家裡煮了飯 等他回家 怎樣 那個地盤工人 跌了來死了 很多新聞 早上上班 慶功采烈 今晚回來吃飯 和兒子都在一起 怎麼 晚上 就聽到這個 惡號 那些菜 放在桌面 沒有人吃 你說多淒涼 你的保證 不要說地盤工人 任何人都沒有保證 不要說下一世保證 今世 今天都沒有保證 很多時候 你們 預料今天做什麼 做什麼 不是發生不好的事情 都會改變 可能有少少事情發生 今晚打算約了誰 發生全部 改了 可能會 做些事情更加開心 但起碼 沒有保證 一定是這樣走 你們 小時候有很多理想 大學做醫生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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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實現 你想想 以前 讀小學 會想事情 大學想做什麼 做什麼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這件事情 有什麼保證 自己的前途 在自己的手上 有很多條件 不是自己的 是外來的 是嗎 你有書 有些人 家裡發達 可能會改變生活 可能會去外國移民 做什麼 你以前 未發達之前想的事情 可能又不同了 反過來 以前是比較富裕的 突然生意失敗 可能你以前想的事情 又完全沒有了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不是自己可以控制 就算那些事情是自己控制 你的心情也會改 你外來的條件 都改變 到自己 想的事情 就是這樣 要什麼保證 何況下世 再下世 你們想想 今天 送了一些好的禮物給你們 你們 稍微用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 入到金礦 你都不會挖那些金 那怎麼辦 那些金 你都覺得是廢物 那就更加沒有辦法 OK